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新的一周开始了 让我们以信心开启新的一周 祝福你这一周过得开心快乐 今天早上呢我看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日本的一个作者叫中导孝志 写的一本书 名称是四点起床 最养生和高效的时间管理 我呢另外有一个群 那个群叫法国华人早期群 在这个群里啊 我们是早上五点到七点打卡的 那为什么我们是五点到七点打卡呢 这是根据中医的说法 因为中医说啊 我们十点呢左右就要上床 准备睡觉 十一点钟到十二点 再到一点钟 这两个小时是我们的胆经运行的时间 然后呢 两点到三点 三点到凌晨四点 这两个小时呢 是我们的肝经运行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中午十一点到一点钟 是我们的心经运行的时间 所以我们中午在十一点到一点钟之间 睡觉 睡个不超过半个小时是最好的 然后呢 晚上十一点到凌晨四点 这四个小时呢 睡觉 加上白天有点午睡 在咱们中国就叫做子午觉 睡子午觉 所以根据中医呢 咱们毕竟是中国人 所以我就选择了让大家呢 五点到七点打卡 但是这本书呢 是叫我们四点起床 我们读书有一个规则 净性书不如无书 所有的书都不是完美的 所以我们读书一定要过滤 或者说是带着批判性的思维来读书 那说的通俗一点就是 我们要明辨的心来读书 不是所有的内容 我们都一股的一股脑的洗手 不是这样啊 要适合我们 所以四点起床呢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作者是这么做的 他说四点起床 是最养生和高效的时间管理 那本书的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的工作效率翻倍 为什么他是四点起床 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呢 因为他把一天24个小时 进行一天三分法 也就是前面八个小时 四点到十二点 十二点到八点 然后八点到 再到凌晨四点 分为三个八小时 那我们四点起床 这么早起床 我们要干嘛呢 可以工作 可以用在兴趣爱好上 也可以投资到学识上 所以在我们用手 在我们进入职场工作之前 我们首先要投资脖子以上的部分 就是投资我们的大脑 在清晨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啊 其实有很多的 作者在书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大家记住这个概念 就抓住了本书啊 作者想要告诉我们的一个核心精髓 他说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 只有一个区别 那就是成功人士啊 一旦发现别人的好的习惯 立刻会把这个习惯变成自己的 而不成功的人士呢 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习惯虽然很好 可都是别人的 我可不想照搬啊 结果这一类的人呢 有可能永远都不会成功 工作能力也不强 所以我们听完这本书 看看有什么好的习惯 让我们可以吸收的 我们就可以吸收 有些人说 哎呀 我是叶猫子啊 早上我起不来 我过去也是这样认为的 也是认为我是一个叶猫子 后来我才发现 我不是叶猫子 我不过是习惯熬夜罢了 现在年龄稍微大了一点 就知道哎呀 这熬夜是很危险的 其实从大脑的工作效率来看 也就说从脑袋的灵活程度来看 早晨要比晚上好得多 请各位想一想 我们的脑子已经因为工作辛苦了一整天了 大半夜了我们还不睡 还要让他继续工作 大家是不是觉得有点太为难他了 所以还是早起比较好 早起我们可以学习充电 我们可以研究自己的兴趣爱好 所以如果你喜欢写作的 你就可以在早上就开始写作 所以早上完成写作呢 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的作家都是在早上完成写作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现代人很忙碌 睡眠的时间是越来越短 所以我们开办读书会 就是我们要开始充电 要在职学习 另外我有一个群就是早起群 欢迎读书会的朋友们 也能够愿意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加入早起群 那这个群人会越来越多 我们有很多的人每天坚持打卡 想要成就更好的自己 我们提几位历史上的名人 一位是爱迪生 爱迪生恐怕是最厌恶睡觉了 因为他认为人生很短暂 花在睡觉里面的时间 时间这么短 所以爱迪生发明了一种睡眠的方法 他一天睡得很少的 休息片刻 然后又醒来又开始工作 休息片刻又开始醒来工作 那这种学习睡眠的方法适合我们大家吗 还有一种叫达芬奇睡眠法 还有拿破仑也是睡得很少的 他们都认为只睡三个小时就够了 但是这种睡眠法适合我们每个人吗 不见得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 基因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需要七八个小时 有的人五六个小时就够了 有的人可能需要睡上十个小时 所以 为什么我们说听书 读书也好 一定要过滤 因为不见得都适合你 但是精神是一样的 希望我们能够早起 能够学习投资 自己 自己 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很多人 被八个小时睡眠绝对论 给洗脑了 其实这变成了一种思维的定势 如果那一天只睡了五个小时 哎呀就心里很担心 哎呀我今天的效率肯定会很低 因为我才睡了五个小时 结果那白天呢 真的身体感觉不好 他说难怪我这么累 就因为昨天没睡好嘛 其实他这样的心情 也会影响他身体的状况 因为身体心灵是不可分割的 比我们的睡眠时间更加重要的 其实是我们的睡眠质量 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然后常常做噩梦 那你睡了再长的时间 有可能你感觉还睡不够 那我们怎么办呢 作者说四点起床 那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 但是总要早起床 那我们如何做到呢 如何能够做到早起床呢 当然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到钟了 但是作者认为用闹钟呢 可能也有一些的副作用 他甚至说闹钟是破坏脑子的毒品 大家先不要害怕 他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闹钟啊 会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引发一场地震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睡觉 闹钟响了 闹钟就好像一只手伸到了你的脑袋里 把你给唤醒 所以很多人闹钟醒 其实你的大脑还在睡觉 虽然你勉强的起来了 可是总觉得没睡饱 不过听了这个不要害怕 我早上我也是用闹钟的 因为我还没有养到太早睡觉 在法国也不容易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用闹钟的 不过给大家一个参考 就是如果有可能 我们慢慢的让自己的生活模式变得更好 那作者呢 他说你可以养一只鸟啊 让鸟的叫声换你起床啊 他说真的没办法的话 在闹钟里面设置鸟的叫声铃声啊 这可能是无奈之举了 那有的人呢 就早早的睡觉 把窗帘拉开 阳光一照进来 他自然就睡觉 那当然这是最自然的 可是现代人呢 可能不太可能那么早睡觉 不太可能像王永庆一样 八九点钟就开始睡觉 很多人在法国的华人都做不到 总而言之 我们是要早起 做一个抢先一步的人 如果不能早起 或者迟睡晚起 那就是落后一步的人 抢先一步的人 落后一步的人 各位时间长了 当中的差距 你是懂得的 如果我们早起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如果我们早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 悠哉悠哉的吃早餐 然后呢 我们早起的话 我们就可以 如果去坐地铁上班的话 我们就可以早点去坐地铁 这样我们就不匆忙 地铁可以变成一个移动书房 在坐地铁的时间 很多人是用来睡觉的 如果你在坐地铁的时间 如果你睡足了 你的生活模式很好 通勤地铁 就可以成为一间移动书房 在地铁里看书 其实是很棒的 早上你去工作了 工作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重要的事项 紧急的事项 日常的事项 然后呢 你要进行安排 什么是重要的事项 有哪一些 什么是紧急的工作 有哪一些 紧急的工作来的时候 能马上解决的 马上解决 免得紧急的那些任务呢 变成更大的一个紧急 第三 能拖的工作有哪一些 这些你都分清楚 对咱们是有帮助的 好了 有些人就开始到公司去工作了 那他们早上呢 有可能需要汇报 我们做汇报的时候 有几点需要注意 做汇报之前 最好先确认一下 比如说问老板说 请问能占用您多少时间呢 短短的一句话 却是一种很重要的礼节 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安排 不要擅自打乱 上司的日程表 今天早上我有一个葛物置之 我在看着窗户在那里思想 我们都需要窗户 让我们可以看到外面 有时候我们需要打开窗户 让更多的空气进来 我们和人的关系就好像窗户 我们需要见到你 不仅仅是文字交流 我们也需要看到你 然后打开窗户 让风进来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真实的说说话 互相交流信息 但有时候我们需要拉上窗帘 我们也需要个人的秘密 我写了一篇文章 做人一定要有秘密 做人一定要有秘密 不是说我们要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是说要有肮脏的 卧错的事情 不是 而是我们话到嘴边留三分 我们不见得把我们个人的历史 上下五千年都告诉对方 也不需要 反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 意思就是说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 像窗户一样 很有意思 当我们这样汇报的时候说 请问能占用您多少时间 我有些事情 有两件事情向您汇报 当我们这样讲 会有两个作用 一个作用是防止 防止进来的同事 打断自己的汇报 第二个作用就是暗示上司 要在五分钟内 要仔细听我们的汇报 然后我们因为只有五分钟 所以我们汇报要讲重点 要讲重点 不管多么重要 多么荣常的报告 你可以整理三个要点 一个结论 写在一张纸上 当然你汇报的时候 你不需要照着念 三个要点 一个结论 通常都能够把一件事情 说清楚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汇报的方法 所以早起真的有特别特别多的好处 我是很喜欢早起的 我觉得早起是我一天心情最好的时光 也是产量最高的时光 也是产量最高的时光 其实早起能够把很多的事情都给完成了 特别是你想要写作的话 你就可以早起写作 那写作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通常你可以从结论写起 这也是写作的一个常识 我们早起 我们就可以早上班 大家知道脑袋变聪明的时间段吗 众所周知啊 大脑的营养源是葡萄糖 大脑吃到了葡萄糖 记忆力 理解力呢 就会提高 大脑生理学的研究结果显示 葡萄糖输送量最大的时间段 早起的人四个小时 夜猫子三个小时 所以根据这个宇宙的生理时钟 我们就看到早起的人比夜猫子 效果就是要好 饮食对工作效率的影响也很大 如果你早早的起床 洗脸刷牙 悠哉悠哉的 好好的吃饭 那你的大脑能够充分的吸收营养 想想看 那你早上的工作效率就提高了 如果前一天晚上 你因为应酬 喝酒喝到很晚 搞得自己消化不良 请问早上起来 又很迟才起来 请问你有心思 吃早饭吗 没有心思 那吃不吃早饭 对工作效率 可是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长期不吃早饭的人 早上工作效率就不高 必须等到吃午饭的时候 才能够为大脑补充营养 所以直到下午 他的脑子才会转起来 所以有一个公司的老板 他就检查员工 有没有吃早饭 甚至他开玩笑的说 如果你不吃早饭 我只付你下午的工资 他的意思说 你早上的效率不高 吃完了午饭 你下午才会有高效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 所以我们知道成功人士 有一个共同特点 成功人士大部分 几乎全部都是热爱早起的 有人问一个老板说 你为什么这么早去公司 他说越早到公司 我就越早开始工作 他很喜欢工作 喜欢工作对于成功人士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呢 我们不强调 要不情愿的加班 也不强调 要陪着加班 对热爱工作的人来说呢 他的职场就和度假天堂一样 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所以很多人工作很长时间 不过我们也不强调 但是他因为喜欢 和不情愿的加班 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不过就算你很喜欢 你也要顾及到家人 记住一句话 没有任何一种职场上的成功 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 所以家还是很重要 我个人也是很看重家庭的 所以以后有机会 我会讲一些亲子类 婚姻类 家庭类的书籍的信息 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有些公司的老板 他喜欢早早的去工作 然后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喜欢早早的工作完毕 以后呢 能够回家跟家人相处 我想他这个目的也是非常好的 总而言之 早晨早一些时间上班 做完前一天晚上留下的工作 就为当天的工作热身 慢慢的进入工作状态 之后的效率会很高 所以把前一天晚上的工作 放到早上早点去做 强如你晚上加班 反是能够抢先一步的人 自然能够成功 另外有些人很早起就到公司 他们并且是善用早餐会议 来拓展人脉 在公司里面有早点 他们就在吃早点的时候 就开始彼此来交流 来分享 很多的事情都在吃早餐 跟同事分享的时候就搞定了 这是早餐会议 这样搞定了 白天就晚上就不需要加班 他们就可以回家 好好跟家人相处 另外早上大家吃早点也不喝酒 所以大家的脑袋是更加的清楚 所以早餐会议比很多的事 很多的方法更有效果 另外一个呢 作者也提到说 四点起床不会被裁员 怎么会有这么怪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小标题呢 原来他说 他说你很早就去公司 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就抵达公司 人家很会尊敬你 所以你又跟人家问候 问好 你的人脉就拓展 结果呢 公司要裁员的时候 老板就会考虑说 哇 把这个人裁掉 即便他能力不怎么样 但是他有很多的好朋友在公司里 我恐怕把他裁掉 周围的人都会有意见 你看老板就会多一个顾虑 所以呢 他说四点起床可能不会被裁员 所以早起啊 有太多太多的好处了 一大早学习 让我们可以变身精英 一大早是改变自己的最好机会 想做的事情 要一大早先做 如果你想写作 清晨让你书写 是轻而易举的 我觉得很多的商务人士 应该要利用早上的时间写作 晚上写作是比较困难一点的 因为你想想一天工作下来 你很疲惫 你哪有精力在写作呢 如果你早上充分的利用好时间 如果你不是专职作家的话 每天写三十分钟也就够了 积累下来也就不得了 一年下来 你可以写几十万字 非常宝贝的一个习惯 很多的商务人士 他在职场上经历都很成功 也有很多失败宝贵的经验 但是他们最后离开世界的时候 这些经验也跟着带走了 非常的可惜 带进了棺材 其实他们摸爬滚打十几年以上的 这些商业人才 他们都有资格与能力 可以写他们的故事 来出书 都是可以的 甚至有一个人 他也是个日本人 他到处吃面 他喜欢吃拉面 然后呢 吃了拉面就拍下图片 然后写下心得 结果他就出了一本 关于日本整个国家拉面馆的书 很多人去看 所以很有特色 所以一大早学习的重点是什么 就不要勉强自己 做不喜欢的事情 人的动机分为两种 一种叫内因 一种叫外因 内因是因为我喜欢的不得了 所以我去做 外因是人家强迫你做 大家觉得哪一种动机更好呢 那早起很多人认为 哇这是学语言 学英语也好 学法语也好 学语言最好的时间 没错 早上比较清醒 你学语言是很好的时间 但是学语言也有一些的技巧 我们通常说 一种语言都掌握不了 怎么可能掌握多种语言 作者说 如果你同时学好几种语言 他说效果有可能更好 因为他可以互相参考 当然学语言最重要的 听说读写 还是听说比读写 是更加重要的 要听要说 因为你看视频的时候 你以为你理解了 有时候没有理解 但是你听的时候 你一定要专注力 但专注力是一个稀缺的资源 专注力是很有能力的 另外有些人一早起就开始看新闻 看新闻 我们看新闻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一点 就是新闻的头版头条 我们不一定会记得 为什么 因为那个头版头条 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 但是小小豆腐干 豆芽菜 那样小小的信息 在一个角落里 我们反而记得 因为那是我们感兴趣的板块 所以兴趣还是最好的老实 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报纸 我们不是全部都吸收 只要吸收你感兴趣的一部分 就可以了 所以早上要做自己喜欢的事 因为你做喜欢的事 就会积聚能量 其实等于做喜欢的事 等于就是在积极的休息 这样白天应付工作 你的能量会更加的充足 工作是需要能量的 最后我们读书 一定读新闻也一样 一定要质疑 这新闻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要质疑呢 因为我们质疑 有可能会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 所以培养出自己 独特的阅读方式 才算是真正的学习 如果早上你要学习 要读书的话 应该读什么书呢 作者建议我们说 你可以读一开始 读你先读你喜欢的书 但不要一直读你喜欢的书 读了一段时间 你喜欢的书之后 接下来就开始读 对工作有用的书 一开始读你所喜欢的书 就好像热身的运动 让你积聚了能量 接下来读工作有用的书 对工作有用的书 这样就有力量去做了 作者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可以来帮助我们 所以这本书不是纯理论的一本书 值得大家去阅读 昨天我分享过 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习了学习的方法 再去学习 你就事半功倍 最后呢 如果我们能够早起的话 我们的心情也会比较好 早起回邮件 有一个妙处 就是我们会比较委婉的语句 来表达我们自己的意思 所以有些事情可以在早上来回答 早晨不仅利于我们表现我们的干净 更能够帮助我们表达诚意 如果一大早你就来到公司 你对上司或者前辈说 向他道谢说 谢谢您昨天请我吃饭 请我吃饭 你看你建立了多好的人脉 离上往来 人家对你也不太一样 清晨的问候 让人脉稳固 总而言之 这个早起有太多的好处 所以这本书大概的内容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了 最后我再强调 四点起床时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基因不同 有所不同 那我们在早起群里面 是让大家五点到七点打卡的 如果你喜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早起群 那我们是五点到七点 是根据咱们中医的说法 不管怎样 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但是我们每个人想要有一番成就 一定要学习早起早睡早起 好了 今天这本书就分享到这里 你听完之后 欢迎你来留言 你来分享你的心得 我希望大家在一起学习里面 能够一同成长